讲到记录第203篇 敬拜 读经 创世纪24章12-14节 26节 出埃及纪四章31节 12章27节 34章8-9节 约书亚纪5章13-14节 世诗纪7章13-15节 撒姆尔记上一章27-28节 撒姆尔记下12章20节 约伯记一章20-22节 马太福音二章9-11节 我们能在整卷启示录中找出一条路线 并看见魔鬼在争什么 在启示录一章 我们看见基督是征战的主 不是看见他做教会的头或救主 约翰曾躺在他的怀里 但现今他扑倒在主角前 像死了一样 主被启示为战士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剑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这是满了愤怒的羔羊 在启示录里 我们看见两个宝座在征战 天和地狱在冲突 他们围着什么征战 他们征战 要得着人的敬拜 启示录启示他是主 是那受敬拜的一位 启示五 启示录四 五章不是预言性的 不是将来之事的记载 乃是天上永远景象的一幅图画 在天上 只有一个宝座 围绕得着敬拜 一切都从宝座开始 约翰看见宝座坐在旗上的那一位 配得一切的赞美 宝座从来没有改变 众长老代表一切属灵的造物 似活物代表整个受造之物 二十四位长老不是教会的一部分 教会的数字是十二 不是二十四 这些长老有冠冕和宝座 有一个宝座被二十四个宝座围绕 但长老在高扬之前登宝座并得冠冕 教会若能在高扬之前登宝座并得冠冕 二十四位长老就能代表教会 既然教会从未在主之前登宝座并得冠冕 我们就不能说二十四位长老代表教会 这里的范围既是整个宇宙 二十四位长老就是宇宙的二十四位长老 教会是主的众弟兄 大卫设立二十四个班次向神供旨 所以二十四位长老是侍奉神的一组 他们是君王和祭司 他们代表天使 他们是侍奉神特别的一班 活物代表神一切的造物 代表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受造之物 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 从永远到永远 神有祂的宝座 并且祂始终得着对祂的敬拜 动物学里说到人 牲畜 野兽 鸟 鱼 和爬物 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也说到六种受造之物 人 牲畜 野兽 鸟 鱼 和爬物 这六种之中 只有四种 有四活物代表 另外两种在这里没有 鱼和爬物没有代表 为什么 爬物代表鬼和龙 鱼代表未得救的人 因为是居住在海里 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海 所以海里的受造之物 在这敬拜神的景象中没有代表 当然 爬物以龙为首 也不包括在这敬拜里 神不需要爬物和鱼敬拜他 在代表基督身体之圣殿的曼子上 绣着四活物师 鸟 鸟 人 曼子裂开时 其上的一切也都裂开了 借着基督的死 一切造物 鱼和爬物例外 都蒙了救赎 在他的身体里 他救赎了一切造物 启示录四章的敬拜 不是只开始于约翰看见的时候 神甚至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得着这敬拜 在地上可能有罪和魔鬼的工作 现今地是魔鬼活动的范围 至中海也要成为他的范围 但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不能摇动宝座 在地上人能敬拜狮子 鸟和牲畜 但在天上 他们敬拜神 神安息在他的宝座上 那也是我们安息的地方 世人说 你们的神在那里 他是在他的宝座上 接受敬拜 启示录四章 是永世的图画 神的宝座 从永远到永远都在诸田之上 在启示录五章 时间进来了 约翰看见羔羊来了 谁能为神的着他所要的 羔羊出现了 唯有他能将神所要的归还他 在启示录五章 我们看见一个宝座 宝座周围 有物质和属灵的造物 在其中有羔羊出现 腓利比二章 是说到在时间里的羔羊 启示录五章 是说到羔羊回到天上 在启示录四章 我们看见 神因着创造得着敬拜 在启示录五章 我们看见 神因着救赎得着敬拜 启示录五章 是主的加冕 启示录的其余部分 主要是论到三年半的灾难 启示录六至十九章 论到灾难 为什么提到灾难 因为这是神和撒旦之间 最后一次征战 或征战的结束 为什么撒旦要大灾难 因为借着大灾难 他要借着受 龙和相得着对他的敬拜 撒旦并非不知道 启示录十三至十九章的事 那么他为什么做到这个地步 他这样做 是要得着敬拜 他能冒火壶和无底坑的危险 唯要得着敬拜 现今他借着人拜偶像 只得着间接的敬拜 但在大灾难期间 人要拜龙 那将是直接的敬拜 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 凡住在地上的人都要拜兽 撒旦要得着宇宙的敬拜 十二节告诉我们 他要较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头一个兽 许多人现在说 他们什么都不拜 但到那时 所有的人都要拜那兽 魔鬼有一个灵 他要借着这个灵 推动人拜他 十四至十五节 说到拜兽 敌基督的 得想就是拜他自己 看神在十四章所做的 我们看见 从天上宣告神旨意的三位天使 六节说 永远的福音被宣扬 这福音是什么 七节告诉我们 这福音告诉人要敬畏神 并敬拜他 神叫人停止敬拜他的仇敌 在八节 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伦倾倒了 而第三位天使宣告神对拜兽之人的愤怒 在十四章 神区别两中人 区别在于人有没有敬拜撒旦 启示录十五章二至四节 说到胜过兽的得胜 以及羔羊的歌 救恩是得胜鲁物中归与人的部分 而敬拜是得胜鲁物中归与神的部分 到那时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在十六章 我们看见一幅未得救之人的图画 在一二节 我们看见神对拜受者的审判 在九节 人不悔改 在十一节 人仍不悔改 在二十一节 他们继续亵渎神 按时间的顺序 十九章是借着十六章 在四节 我们又看见敬拜神的二十四位长老 和似活物 而在五节 有赞美他的众仆人 六节没有提到救恩 因为在这样的赞美中 提到救恩不合适 二十节告诉我们 凡拜过兽相的人 都活活地被扔在火壶里 二十章四节说到 没有拜过兽或兽相的人 他们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人能否进入国度 在于人是否败过撒旦 二十一章一至三节说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这与神的地位 神的神格有关 三节下至七节说 神要做这些人的神 他们要做他的儿子 要认识他是神 我们必须认识他是父 但对神最高的认识 不是他为父的身份 乃是他的神格 七节说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唯业 这得胜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得胜 二十二章八 九节末次提到敬拜 约翰看见这一切美妙的事 就俯服要拜那天使 敬拜神以外之事物的倾向 总是在我们里面 你要敬拜神是圣经里末了的吩咐 真实的敬拜 就是承认我们的有限 并承认神的无限 我在他面前俯服 他在每件事上都超过我 也要先喝得胜了的这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